老花姨每日一打回答一下臭宝的眼花问题 提个臭宝 玉里虫母猪一只 侧牙分猪二十多天 温度一高就垂下去 感觉闷根了怎么办 加强光照就可以了 温度一高就粘下去 粘就粘吧 粘很正常 这植物为了躲避阳光就把叶子垂下来 哇啥呢光照晒的太多 一将去它又滋灵起来 你这个盆不小不缺水 天就有点缺光 没事粘就很正常 捏一段时间就好了 好吧 加强光照就可以了 行吧 车吧 然后这个时期可以适当的用一点点的肥料 别用多了 用多了烧死了 下个车吧 盆子底下一直垫起来 浇水不频繁 纯泥炭重的反飞水反飞用了 感觉还有点黄 求救 你这么一小点点的茉莉花 感觉是缺光的感觉 缺光啊 有一点点水大的感觉 你加强一下光照花友 光照加强 适当的修剪修剪 就是留一对叶片 其他的叶子给它剪掉 其他的就是那个字条给它剪掉 有一对叶片 那个就别动它 然后用一点点的杀菌药 我没灵着西哥 好吧 用一点点 因为我怀疑是有一部分的病菌而导致的 像个中华说 我这个9块9的小苗 养了两年了 很大 平时只用奥绿和花多多10号是什么原因 这个就是你用花多多10号的原因了 花多多10号是一款高氮的肥料 对话我没说过 你这个就有点偏刻了 叶子杀的长得很肥沃 但是呢 它缺了假肥 它不壮 你发现了吗 它长得光大 蛋肥呢 就跟人吃的肉多一样 就光胖 不壮 明白了吗 人家说这个东西呢 你可以找一个杆子给它织起来 就找个竹竿啊 找个什么东西 你给它织起来 它搭了这不难看嘛 不难看也占地方呀 对吧 这个养得很好 就是有点缺甲肥 你可以把花多多10号 换成花多多1号 或者是老花一的这个 贝麻地丝水龙肥啊 都可以 然后你可以 间隔性的 用一点点的磷酸二氢眼来补补状 嗯 养得很棒 很好 太瓦脆了 我知道你用的奥绿 知道你用的花多多 但是蛋肥多了 缺甲了 想个中榜 请教个问题 我家羊腿种的寒啸和枝子花 已经停止生长 一年多了 看着半死不活 怎么抢劫 不破不立呀 说吧 我给你的一个建议 就是翻盆换土 适当修剪 你可以寄给我 我给你整 免费寄呀 就是快递费要自己出 嗯 养死不赔 这个现在情况呢 就是水大 然后枝条有点杂乱无章了 该修剪了 然后我想做一个挑战 我跟花耳门说 就是 咱们先从昆明本地吧 就是有没有花耳 让我去你家 就是这个不要钱啊 也不用管车费的事 要赶到饭点 管个饭吃就行 我去给你家里的花 来一边诊断 你们感觉怎么样 先从昆明开始吧 哦不OK 如果说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里边留言 我们后台会联系你 哦不OK 然后呢 老花姨你好 种下没多久 秀秀老庄 出来的牙都很弱 自定不起来 很快就粘了 什么问题 你这是地灾的是吧 地灾的话 你清源没做好啊 然后还有点黄花病 只要出现黄花病呢 这个就减性高 营养不良 还有一个点 只要出现黄花病 多多少少都带一些个病 所以说还得用一些杀菌药 老花姨给你的建议 就是饿没灵了 再用点繁肥水 这个没别的高招 要不然时间长了 这种病 病多了 时间长了以后呢 就不会嘎 下个中宝 看我这个红雪花 背面有粘液 有的叶子浇枯了 赶紧用药吧 出吧 用小斐帽 配合小蓝帽 这两种要一块去打 然后加强一下光照 这个是有点缺光 什么蓝雪花 红雪花 白雪花 这种是喜欢光照的话 光照差的时候 就会出现各种的一个毛病了 好吧 比方说我爸 就特喜欢喝酒 你要不给他喝酒 他各种毛病就来了 还都不能给你发脾气了 这是一个道理 现在养问题就到这了 觉得不错 接点个赞 另外老花姨没有开玩笑 亏名本地的 不太远的 离我100公里以内的 我两个小时真的也能赶到 能回来的 我可以去你家 空手去啊 我是老花姨 两花最等一 白了说话 还需要更好 也能赶到这个 我可以去你家